因为霍友宜他看起来有一点点 开始慢慢释放一点点口风了吗 他昨天是说期待从北部的区域治理 到中部的区域治理 再到中南部的区域治理都能够一起 那并肩作战让台湾更好 你认为他是不是又继这个元旦之后 又稍微有一点点把这个风透一点出来 那个新北市议会开议 我听说是4月25号 本来说5月嘛 对现在大概前面一点点 那你几乎可以预期议员开议之后 一天到晚就问他什么时候要选 而民进党一定攻他的嘛 因为把他当做最大假想敌 对不对 所以我猜啦 我猜他的估计就是 我听伟翰讲说他搞不好会偷到6月 那我认为在民进党的不断的围攻下 可能5月那个口风就会越来越松啦 因为他总是要让人家觉得 他是在这个外界的那个 那个期望下 然后才出来选 因为他才上任没多久啊 他总是会这样想 虽然他是去年12月25号就上任 那事实上也没有太多人在乎他落跑啦 我说实在啦 他已经当那么久了 那林佳龙就用这个来打他啦 他就赢46万票对不对 可是他这个人就是 他总觉得那个形式跟实质都要做到 他能够做的最大限度啦 我的感觉啦 所以我认为他在5月中以前 不会正式宣布 所以国民党还有的耗啦 你知道吧 就是朱立伦说3月4号栏头选完再说 我跟你讲还要耗两三个月 我跟你讲 日子不好过 所以那个林佳新整天还要再被问 对 他会烦死这样 那因为南投这一局真的民调非常接近 这个所以朱立伦紧张是合理的 不过不表态的也非常多啦 不过就是说 基本上 我觉得 就是你如果耗太久 就会逐渐的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杂音 比如说民进党据我了解 赖清德可能会提前出选 民进党搞不好3月就定了 因为目前看起来 陈建仁是没有意愿 他应该也不用出选吧 不啦就是要搞定候选人是谁啦 对啊 然后就全党团结一致就往前冲了 就定于一针了 对 那我也不是说晚提名就比较不好 而是说晚提名你延续 然后让国民党新闻多一点 也不一定不好啦 那可是必须是良性竞争啦 那可是要维持良性竞争 那难度蛮高的 因为如果比如说就来炒程序啦 或者是觉得两个人民调很接近 那开始用一些招啦 这个都有可能出现 那这个这个不一定不好啦 因为赖清德不容易造势啦 因为选举根本就还没开始嘛 那他又是党主席又不是行政院长 到时候新闻会是在陈建仁那一边啦 所以他提早底定其实没有什么差啦 没有什么特别的回应 因为本来差距就不是很大啦 那这种情况下会有一些人失望 实际上我是觉得就有一点这个味道 所以有一些人就会跑到 比如说我说郭台铭好了 我坦白讲我是认为侯友宜 三选的几率比较高啦 而且最后应该还是侯友宜 可是你如果没有处理好郭台铭 那支持郭台铭的人 搞不好就跑到柯文哲那边去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真的存在 亮哥我记得在这个年初的时候 我们还讨论过关于侯友宜的意志 迟迟不表态啊等等的 你也那时候有说导致了不少的这个民意 他往民众党那边倒吗 这一次也是一样的概念啊 对这个 因为国民党本来就40岁以下的选民 有很多对民进党不满 那就是没有跑到国民党这边嘛 就是因为柯文哲嘛 那柯文哲这次又有不得不参选的苦衷 因为他们要不分区啊 那这里面就产生一个国民党未来要面对的大问题 就是说这个很多人就说叫做非绿联盟嘛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了 当年亲民党跟国民党他细出同盟 然后后来国民党也是让亲民党的人纳入不分区 所以那是完整的 我觉得几乎就是合并的状态啦 几乎啦 虽然说那个时候并没有正式合并 可是事实上就是已经完全结合了 那民众党跟国民党要形成这个状态是不容易的 所以那柯文哲要去争取这个他的不分区 所以他一定会去造势嘛 然后你再去想嘛 我们假设最后是赖清德 还有侯友宜跟柯文哲都出来选 侯友宜那种好好的做事那个样子 你认为会是攻击手吗 我看到时候批民进党跟批来清德批得比较凶的 应该是柯文哲啦 你知道我意思 所以你就会产生一种现象 就有的人听得很爽 那就会跑到民众党那边去 所以这里面就是国民党他必须要克服的问题 就你这个广义的 因为你可能光是凭国民党不够 那你要去又要搞一个非律 先让民进党下架这个氛围出来 那可是呢 柯文哲又有这个政党自保的需求 那这里面如何拿捏的 所以这一次非律不可能像之前那样整合 差远啦 因为清平党毕竟是从国民党出来的 那还有第二个啦 就是这个就是 我觉得就是 这个过程我觉得有些人就会 就联合报今天涉论那个基调嘛 所以有些人就会骄傲了 就会说你这民众不好啦 到时候弃保你就被弃保到10%以下 我觉得这个未必耶 说实在耶 我讲的未必就是说 那个是竞选过程决定的 就是说你跟他就是要有那种 有一种共同目标的感觉啦 比如说你如果设定说 下架民进党是最高目标 那可能就会气爆 选民就会自动的去完成那件事啦 那可是如果那个过程当中是吵吵闹闹 你知道吧 然后尤其是你连郭台铭都没有处理好 那就会产生很多的不满嘛 所以我说政治过程还是蛮重要的啦 所以我说国民党真的要出手 就是要考虑到未来的目标啦 这跟我们刚刚在分析巧钦也是一样的嘛 你把问题凸显出来了之后 你要去想你的大选啦 你不要想你只赢初选啦 你如果初选用力太大 然后造成大分裂 那你看你大选怎么选 这是同一个逻辑啦 那你不要太看不起柯文哲啦 你如果太看不起人家 那民众党也会反弹啦 他们或是看不起赖清德啊 也有人看不起赖清德 我知道啦 我这个就同一个逻辑 那你真的不能小看赖清德啦 因为接下来一定会有很多抗中保台的议题啦 比如说包括蔡英文 过境美国搞成访问美国啊 因为他过境 他不一定要在机场旅馆过月啊 他可能会出境欸 他搞不好出境两天再过境啊 对不对 然后哪一个城市呢 这个就很多很多弹性 我随便讲啦 比如说他从纽约过境 他没有住在纽约的机场旅馆嘛 他就出境啦 因为康乃尔也在纽约州啊 对不对 我只是举例啦 距离机场稍远了一点 不然他就过个夜嘛 过夜也叫过境啊 鬼母校宿舍过境啊 我只是举例啦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有很多招啦 那当然还包括麦凯锡要来台湾嘛 对 那麦凯锡来台湾 国民党的声音搞不好不一致喔 有些人会反对喔 那有些人赞成喔 对 所以到时候 我是赞成的 我知道嘛 可是你是有智慧的人啊 不一定有人会这样想 他们更有智慧 我认为一定会有人冲到前面去反对啦 一定有这种人啦 因为国民党是一个包容性比较大的政党 那也有一些人是 这个美中都可以的 那有一些人就是美国派的 那有些人就是比较跟大陆比较好的 所以他比较复杂啦 不像民进党是一言堂嘛 所以到时候一定会有 这个就是要 就是你那个前后的那个政治过程 就蛮重要的 因为你不要以为你会大赢耐轻得啦 差距不会太大啦 真的是这样 好民意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呢 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i Code快点购 扫一下